参政典白纳社区登校基点做得相当好 又在到多多种的困点 这是我当中心的空间已经无相当输用 中间又因为年龄大 被起立日落是相当不方便 任何管党科学华前往基点 听到社区欢迎了后 就要来协助 认可点退 提心关怀的基点 无传来设施 长辈的客族是很多元的 看着会有没有机会 任何管党科学华仍然在里面 也问贯上人 特别赞王朝要拿社区基点 帮阿公阿嬷慎祖生日做的动路 在车车到社区登城 进出行政典退 妈妈上的行程勘扎作出讨论 协助来提心关怀的基点 无传来设施 二楼其实有很宽广的这个场地可以来运用 那也希望说可以增设一个电梯 让长辈呢 我们可以 比较健康安全的 来驾楼梯来增加它的安全性 那我们刚才在这个限帝会看之后呢 发现像有一个这个空间其实是可以来设置的 回去之后我们会请我们的社劳处 立即的跟我们草屯镇公所 还有我们的社区来做这个联系 那这个基本上是只要能够协助的 我们一定会让我们所有的长辈有更好的部分 北南社区中价 平常是都在一楼多年 在这常常到北南高校合作 开设就做孙共合的库庭 空间已经没太够输用 他们做需要较大的库庭 能在高校网管中带他们合作来认真等推 相信说让四大人 上下楼可以够安装方便 那我们二楼的活动其实是一个很宽敞的场地 没有利用的话是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今天就刚好我们县长 力领平领社区 所以就极力来争取这个装设这个电梯 让我们社区的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完善的 一个学习的空间 管中其实对着这些长照站 它的一个使用非常重视 我知道他对着包括其他的所在 其实也都克服所有的困难 去做这个电梯 因为老大人买8楼梯非常困难 他如果可以去到二楼 我相信这有更好的空间 可以让我们社区的长辈 有更好的一个长照的学习跟交流 地方狭小的关系 那现在我们的长辈也越来越多 希望说能够换一个 到我们的二楼宽广的一个场地 那也在这里我们理事长也非常的用心 希望说能够把我们的电梯坐起来 让我们长辈在进出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便利 那我们也能够有一个更宽敞的一个场地 让我们的长辈来做使用 观众表示 将和朝铃顶公司来做进一部 事业监察讨论 欢迎我们新到电梯行业的工作 方便中间参加几点的活动 记者 留心 藏活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